56加15超距不满球队地位,引湖人马四眼馋,靠神,那我怎么办,尽管巴克勒的加盟抢走了森林郎劳大的位置,但唐斯在常规赛阶段的表现,还是无可挑剔的,他场均能够砍下21.3分12.3个篮板和1.4次崩盖,投篮命中率和3分命中率,分别达到了54.5%和42.1%, 是因为如此,不少人才认为,火箭和森林郎的系列赛值得一看,他们相信面对内线相对孱弱的火箭,唐斯绝对能够打出不俗的表现,可是很快他们就失望了。 虽然唐斯在自己的第一场季后赛当中,出战了40分钟,但全场比赛9投3中仅得到8分和12个篮板,更情高的是,他在持球单打火箭任何个球员的时候,基本都没占到什么便宜。 在第二场比赛开打之前,西柏杜表示,森林郎会更多的去寻找唐斯,但可惜无功而板,唐斯9投2中得到5分和10个篮板,而且全场比赛仅仅出战24分钟,连续两场比赛,他的出手次数都没能上双,他竟然成为了球队的第四第五进攻选择。 这难道不是一个笑话吗?西柏杜并没有针对性的给唐斯布置在低位的战术,常常出现的可笑情况就是,在党拆换房后,唐斯竟然撤到三分线外去拉开空间,而不是到禁区去错位单打,而球队后卫则是面对对方中风卡佩拉进行后撤步跳投,西柏杜生生把唐斯用成了一个篮领球员,森林郎的打法也毫无张法可言。 有太多人需要球权巴特勒、维金斯、唐斯、蒂格、罗斯、克劳普德。 但从个人数据来看,唐斯的表现完败给了炳皇卡佩拉,事实上以唐斯的低位单打能力完全可以在内线打出优势,但他却被迫放弃了自己最擅长的进攻方式。 在输掉第二场比赛之后,西柏杜还言之凿凿,火箭对他限制得很好,当火箭包夹唐斯的时候,他需要打得有能量,在场上跑动,并深入禁区,有几次他做得很好,你必须在进攻端不断移动,取得进攻篮板,等等。 这是一场富有能量的比赛,也是我们需要做的。 当然,作为季后赛的菜鸟,经验不足也是唐斯在比赛中,没能发挥好的原因之一。 在教练和队友的鼓励下,唐斯在回到主场之后又充满了信心,他说,我们有自信,这里是NBA,你必须快速学习如何推进比赛。 并且向下一场比赛看,我们虽然失利了,他们做的他们该做的去捍卫主场,现在轮到我们在主场做该做的了。 不过第三场比赛一开始,唐斯依然表现低迷,火箭延续了此前对他的防守策略,只要唐斯接球,马上就会高于包央,迫使他不得不把球传出去。 这样的针对性防守让唐斯手节没有出手投篮,反而还出现了两次失误,直到第二节唐斯踩开弧,他在篮下甩开卡佩拉,完成了一记暴扣,还兴奋地冲着对方怒吼,这一球也给他建立了信心。 下半场,唐斯的状态进一步提升,他单写六投三中得到八分,同时还贡献三个篮板,一次卡断和一次崩盖,这也是系列赛开打以来,他表现最高效的一节,这次唐斯没有让人们失望,他算是重新证明了自己,十八分和十六个篮板。 也是唐斯第一次在季后赛当中得到两双,在季次和季五,唐斯有所反弹,整个季后赛,他场均得到十五点二分十三点四篮板,但值得注意的是,唐斯的场均出手数只有十二次,命中率为百分之四十六点七,这样的出手次数显然不符合他一个全明星级别中锋的身份。 作为球队未来舰队机时,任何人对于在进攻端处于这样的地位都会感到不满,近日,NBA记者扎克和布莱恩·文德霍斯特,就明确指出,唐斯在森里郎过得并不开心,森里郎没有像醍醐那样围绕浓眉哥舰队,森里郎变成了明尼苏达公牛队,唐斯能开心吗? 并且,森里郎已经提前给了维金斯大合同,而唐斯的合同将在明年夏天到期,他未来去哪里谁也不清楚,如果唐斯在明年夏天能够去胡人,那么他会名利双收,如果去马次,那么他能延长职业生涯。 并且马次还拥有冲冠实力,伦纳德健康流队的前提下,并且,唐斯在肯塔基大学时的好友布克,以及前队友拉文都,公开表示支持唐斯,森里郎没有把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